哎 刚从少东回来 到嫂子家 今天在少东拿十一百天照片 然后回来之后 刚从我爸这个路口出来 结果万万想不到 每次我在这个路口出来 都是很小心 就怕上面有车 下面有车 因为这里是个 算得上是个十字路口 我爸那边出来 算是个小路 到主路来的时候 咔 看后面就出现一个这样的情况 真的是我第一次出现这样的情况 当时那一下 简直就给我瞎蒙了 现在天也已经差不多要完全黑了 现在就等着交警过来 看是怎么个处理 真的是第一下 碰到的时候 我简直脑壳一下就蒙了 人都是软的 我感觉现在想想的后怕 还好就是两个人都开的比较慢 我开的也比较慢 他开的也比较慢 就是把我前面那里撞的有点 看不太下去 那个 刚刚打了交警电话 交警说从杨桥那边过来 过来之后看再怎么判吧 现在就这样子 这个小灯这里是这样子 然后这里撞成这样子 大灯这里也撞裂了 还好这个摩托车 人没有什么事 就膝盖撞伤了一点 又是邻居 哎 太难了 马上就要下大雨了 这会小滴小滴的在下 这算是雨过天晴了吗 我觉得雨过了天晴了 但是我的天还没有晴 怎么说呢 因为我的车已经撞成这个样子 估计去修 不知道要放在那里修多久 就是修车这段时间 肯定是没有车用 然后昨天晚上 就是在那里等着交警来的时候 刚好交警一到 就下那个大暴雨了 就来到我们家里面这边说 跟我碰车那个是邻居 然后又是就说 是一个老祖宗下来的 也算是自家人 然后那个算是堂哥 堂哥他老婆又是村上的复联主任 刚好他跟我碰车的时候 后面就是村子里面的村干部 开个小车刚好也来了 然后就有那个村干部中间 就是跟我们说怎么怎么处理嘛 后面 反正就是我家那个 也跟村干部在那里沟通 一直也沟通了好久 就是最后 最后就是要等交警来了 再定夺 在这中间的话 他跟我说了一些什么处理方法 什么的 我都不懂 直到那个交警来了之后 跟我说了一些处理方法 什么的 说的很官方 我也不清楚 我说我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 第一次遇到这种事情 你跟我说 我就完全是懵逼的状态 我不清楚 我也不知道该要怎么弄 我说具体怎么弄 我说你跟我家那个说 然后我就一直打电话 给我家那个 就由他们跟他讲 怎么怎么的 然后交警的意思就是说 让我们就是说 私下协商解决 不要把事情闹大 其实说实话 我每次从路口那里出来的时候 我都是开的很慢 都有按喇叭 因为我就怕上面那边有车下来 我看不到 下面那边有车上来 我也看不到 所以我都开的很慢 交警来当时在那里拍照的时候 他就问 他说摩托车有没有驾驶证 有没有牌照 有没有各方面的手续 都没有 所以交警就说 建议我们私下协商解决 就是不要走那种正规的程序 走正规的程序的话 肯定就说他的摩托车肯定要被拿走吧 其他要不要拘留 咱们暂且不说摩托车肯定是没有的 然后我的车子的话就撞成这个样子 然后他的摩托车的话 就那个 呃 那个车现在打不响 放在我爸这边 这房子里面停着 当时交警来的时候 就是问清楚这些情况 就说建议我们私了 就是呃 私了 然后那个呃 称干部也就说让我们私了 就是嗯 不要把事情闹大马 然后就说让我 让保险一定承担 当时我是不同意的 我的那个也不同意 就说该怎么来就怎么来 如果说私了的话 就要对方签那个保证书协议书 就是保证以后不会找 我的麻烦什么的哈 然后因为又是自己家里人 我就说如果说既然要私了 那就没必要签这种协议 因为是自己家里人 不会说像外人一样 会有这么多麻烦 最后我家那个就说 那随便你你自己决定就好 后面的话呃 然后就说报道交场险 交场险的话呃 最终就是一开始 呃就说好像是那个 在谈的时候就是交场险的话 只报一千五 然后呃就说 呃那个村主任就是 村干部应该是那个书记 就说看能不能争取多报一点 然后最终最终就是报了 两千五百块钱 然后呃钱的话肯定交场险 这种钱是直接给对方的 不是给给到我的吗 然后我又说 如果说走交场险的话 会不会影响我明年保险 那个费用增加 他说是不会的 结果呃当时就是 刚好又到饭点 然后我们就一起去领外店吃了个饭 吃个饭饭桌上 就是谈这些事情 然后那个交警又给了我那个保险专员 就是负责我这台车的那个保险专员的电话 呃之后 呃那个 加了微信 晚上回来我问了那个保险专员 他说我把这个事情大致跟他讲了之后 他说可能有三百块钱的上下浮动 呃 然后我又跟我家那个说 说了之后他说 哎那既然这样 那也没办法了 反正事情都已经这样落定了 我说 那就这样呗 那有什么办法 又是自己家里人 又不好闹得太僵 闹太僵的话 以后回娘家了 见面也尴尬 因为我这台车 我在那个给我买保险 他全部给我买的是那个全保 就连那个什么 什么第三者保险都给我买的是三百万的 就是那种 险 所以说如果说我按正规流传走的话 我可以 就算是我的主则 我应该也不用出这么多费用吧 应该是 其实 看那个照片和视频 现场那个照片视频来看 我的车是应该已经到了主路上面来了 已经完全到了主路上面来了 然后当时就是按这种方法处理了之后 他是当时就把两千块钱就给我了 他说给我去修车 真的是 当时我一碰到车 碰到他那个摩托车 我当时我整个人就懵了 我赶紧下来看他有没有事 我完全忘记了车里面 还有个小孩到晚上睡觉的时候 十一就一直在那里梦哭 可能砰的一下撞 两个车撞在一起的时候 十一可能吓了一跳 然后晚上一直在那里哭闹 梦哭 哎 搞的这个事情真的是 看最后修车要多少钱吧 因为这个前面搞保险杠这一块是撞的 变了这么长一条口子 然后这个什么叶子片 这里也要搞那种喷漆吧 肯定要喷漆 他已经凹进去了 肯定要给他垂好 要给他修复一下 大灯炸了 估计也要换 然后下面那个小灯 大灯下面有个小灯吗 不知道 要不要换 要换的话看要多少钱 看两千块钱 能不能搞定的下来 如果说搞定不下来的话 明年就得自己 不是 应该说搞定不下来的话 就得自己掏钱来修这个车 婆婆现在还不知道这个事情 婆婆要是知道了 还不知道怎么搞 当时我的第一反应 是下车看他有没有 是因为他当 我看他当时 就在我这个车子轮子这边 我就怕他到我车子轮子下面去了 然后我就赶紧下来看 看了之后 他人当时就起来了 起来了之后 我就赶紧给我家那个打电话 打了电话之后 他就说让我发视频给他看 看了之后他就说 你的车已经到主路上面来了 应该啊 应该说不是你的阻折 然后他说让我给122打交集 那个电话 我就打的122 就报的交集 然后我就赶紧给嫂子发微信 我就说让他来带十一 发了微信有三四分钟了 嫂子没来也没反应 我就给他打电话 打了好久 他才过来 呃报十一 嫂子说 他因为我跟大车撞了 吓了他 心砰砰砰的跳 整个人都发软 其实我当时 我整个人的状态 我也是全身发软 四肢五力的那种 心砰砰砰的跳 走路都是打站站的那种 不 不过不管怎么样 就是人没有事 就是不幸中的万幸 唉 我真的是 我开车再小心再小心 感觉都还是 避免不了这种事情 我就看回去 怎么样跟婆婆交代吧 还没跟婆婆讲 唉呀脑壳大 回去跟婆婆讲 估计又敢 说我了 唉 我看起来